欢迎大家来到环华十年 最近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 我们这种常年在外面跑的旅行博主 现在也只能全说在老家躺平摆烂 也不知道这种情况何时才是个头 思前想后之下 要不咱们趁这个机会 结束环华旅行的目标 直接进入下一个阶段 环球十年 反正现在也是没事可干 闲着也是闲着 我就开始各种查资料 问朋友 多方打听准备环球旅行的相关事宜 现目前来说 出去其实不是什么难事 难得是怎么回来 一旦我们现在踏出国门 可能这个口罩问题没有彻底结束之前 暂时也就没办法回来了 所以这事我还得好好琢磨一下 再权衡权衡 可是人吧 一旦有了更高的追求 着远于更远大的理想 就不太愿意安于现场 眼光就不知不觉的提高了 你说我一个计划环球旅行的人 成天待在家里 或者去国内其他什么地方玩的话 那是真的提不太兴趣了 这下好了 咱们接下来的目标就只能是准备出国 或者去搞点什么其他新的花样 才能满足自己的心理预期了 话又说回来 现在出国 大家觉得最重要的是准备什么呢 可能有人说是准备好护照 有人说是学好英语 也有人说是保护好自己的腰子 相比之下 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是准备好充足的资金 钱虽然不是万能的 但是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尤其是到了人生地不熟 语言又不通的异国他乡 以我的性格也不会满足于 去逛逛国外那些成熟的景点啥的 所以必须要准备好充足的经费 无论是在当地请个向导或者翻译 还是雇几个保镖姐姐自己的安全问题 总之有了钱 大部分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上一次我们准备重走长征路 就是因为没能筹到足够的经费 到最后只能筹了两个人出发 也就没办法实现自己最初的构想 所以这次我们必须要准备好了再出发 大家看到我的图穷必现了吧 会怕不多说 我们直接切入正题 这一回我不再寻求商业赞助 也不需要大家给我打赏帮我筹钱 而是想试一试自己带货 假如我卖的东西你刚好有需要 那咱们就走一个正常的网购流程 你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 我当一回奸商挣点小钱钱 为之后出国环球旅行凑凑路费 所以在摆烂了几天之后 我就开始跑一些我们当地的特产 从我之前拍摄的视频里 有些朋友已经看出来了 我的老家是重庆大族的 在我们当地有两样东西最出名 一个是世界文化遗产 以敦煌的墨高窟 洛阳龙门石窟等齐名的大族食客 一个是龙水的小五金制品 尤其是刀剪是我们国家西南地区 最主要的一个生产基地 说起来十分的惭愧 我作为一个大族人 对我们当地这两样最出名的东西 都不是很了解 人有个惯性 对于自己身边那些越是熟悉 越是从小到大都看惯了的东西 越容易忽略它的存在 你甚至会认为 这个世界本应该就是如此 直到我们去了远方 顺其自然地 就会以自己的家乡作为标准 去做评判 这个时候你才第一次体会到 什么是乡愁 以前我是非常的不理解 那些外地人 为什么专程跑过来 购买我们这边生产的菜刀 直到我这次想试试 自己带货的契机 开始去了解我们这边生产的东西 龙水只是我们大族区一个镇 这个小小的乡镇上 有2000多家工厂企业 它的GDP产值占到了 我们整个区域的一半 所以在我们当地有这样一个说法 镇钱在龙水生活在大族 那才是真正的大风大族 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的父母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 刚刚开放市营经济的时候 靠带着龙水生产的铁器 去到荷兰那边 一个只有两条街的小县城 摆地摊发家值得富 龙水生产铁器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 已经有了1000多年的历史 最早是为了给地方武装 生产兵器和开凿大族石刻的用具 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 重庆作为临时首都 龙水铁器更是获得了快速的发展 才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的规模 我们这次尝试商业化为大家准备了一件 我们当地最有特色的产品 龙水菜刀 或许你也像我一样 此前从未留心关注过这件 早已熟悉到时常忽虐它存在的厨房用具 直到有一天心血来潮 去到厨房 想自己做顿饭 炒两个菜 这才发现自家的菜刀已经破败不堪 吃顿到无法做任何的切割 这时你才回想起 你的老婆 你的老妈 你的爱人 已经在你的耳边抱怨过无数次 加你的菜刀 不好用了 我们在这里做一个小小的调研 大家家里的菜刀 大概是多少钱买的 已经用了多少年了 在没有获得这些准确的数据之前 我只能凭我自己的理解 去挑选一款 我认为的最有性价比的刀型 推荐给大家 人类早期用来切割的刀具 是用石头打磨而成 在逐渐用铜用铁 到现在主流使用的不锈钢 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使用的铁菜刀吗 每个地区使用的刀型可能略有差异 但那个时候的菜刀材质 普遍存在着许多的杂质 加工工艺一般都是先把铁加热烧红 再由铁匠一锤一锤的敲打 所谓百炼成钢 就是通过这些敲打 来去除铁里面的杂质 增加材料的密度 这个过程也被称为脱炭 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断打工艺 一把菜刀打得好不好 完全取决于这个铁匠的经验和直觉 我们家有个亲戚就会手工断打菜刀 我小时候还见过几次 现在回头来看 那时候的菜刀 除了爱生锈 还会散发出奇怪的味道 有时候切出来的菜都是那个异味 除此之外 那时候的菜刀用不了几天 不是绷口就是卷刃 要不就是不腻了必须重新磨 为此还诞生了一个走街串向的职业 嘴里成天吆喝的就是那两句 磨剪子了 敲菜刀 而我们村口还有一块专门的磨刀石 谁家的菜刀不腻了 就去那里磨几下 但始终没有人家专业的磨刀匠 磨出来的好用 加上那时候用刀也没什么讲究 一把菜刀又是批又是砍 印象当中家里的菜刀 就没有几次好用的时候 而现在大多数使用的不锈钢菜刀 本质就是在铁的材质里 保留和添加了一定比例的碳和个 有些还添加了木和樊 除了硬度更高 也更加抗腐蚀和氧化 就形成了人们印象当中的不锈钢 这里关于不锈钢 人们还有一个误区 不锈钢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完全不会生锈 它只是相对于铁和普通的碳熟钢来说 不容易生锈 市面上一般最便宜的不锈钢菜刀材质 是三个十三的 即钢材里面有0.3%的碳和13%的个 大家选购菜刀时只要记住 钢材里面的碳含量越多 刀的硬度就越高越持久 所以有些厂家喜欢把0.3%碳含量的刀 标成30CR13 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三碳钢刀 另外菜刀材质里的个含量越多 刀也就相对来说越不容易生锈 那咱们是不是可以无限往材质里添加碳 来提高刀的硬度呢 当然是可以的 你只要把碳提存到99.98% 你就会得到一块钻石 所以很多人都说钻石是个自伤税的产品 本质上它就是一块碳结晶 送女朋友钻石和送菜刀的区别 就是碳的含量不同而已 正如两个人的关系一开始都是99%的纯粹 你的眼里除了对方几乎没有任何的杂质 所以婚前你能花一大笔钱去买一块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碳 而婚后生活逐渐开始掺杂各种繁杂的事物 到最后我们不得不接受现实回归瓶颈 婚前你买钻石送高价值且毫无实用意义的物品 那是爱的纯粹 婚后我们最终都会回归到买菜刀送围裙的现实生活中来 这并不代表着爱的消失 而是成长使得我们开始向着实用主义出发 菜刀谐音柴道 这一刻我开始理解小时候那些专程跑过来买菜刀的外地人 他们并不完全是要图柴道这个谐音寓意 更是多了几分生活模拟后的智慧 回归正题 不就光柴子里的碳含量越高 制作出来的菜刀在变硬的同时也会变脆 前段时间炒得沸沸扬扬的某品牌菜刀拍了个蒜 蒜没拍烂刀给拍断了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高碳钢里面又得加入其他的材质来增加它的韧性 这样水多了加面面多了餐水加来加去 这种材质的菜刀价格就往上去了 所以市面上菜刀价格从9块9到几十几百上千块不等 而博主带货的本质是用自己的信用去为大家筛选那些纷繁复杂的材质工艺 品牌背后最具性价比的产品 这几天我也是非常的纠结 带9块9的菜刀销量肯定会大 毕竟大多数人还是图个便宜 但那玩意儿本质上就是一块铁片上开了两道刃 你买回去用一两次就觉得不好用了 回头还是来骂我推荐的都是啥破玩意儿 我不能为了这一锤子的买卖毁了我环华十年在环球十年的人生信条 卖太贵的菜刀又失去了它日化用品的本质 想想你一千块钱买把菜刀用起来是什么感觉 不得配个五百块钱的刀架 三百块钱的砧板才能和它搭配 所以超出它使用价值的产品更像是一件艺术品而非日用品 所以再三权衡之下 我最终选择了和我们当地最具知名度的刀具品牌合作了这款 九个十五木凡不锈钢的家用切片刀 它是我羡慕前发现的一个在材质工艺品牌售后服务以及价格 各方面都是最契合的产品 这里我又提到了一个概念 什么是切片刀 咱们一般常见的家用刀分为切片刀 斩切刀 砍骨刀和尿泥刀 切片刀顾名思义 就是只能切东西不能斩和砍 而斩切刀是既能切又能斩 砍骨刀不用解释就是砍骨头用的 料理刀也很好理解 就是做料理类的食物用的 不太适合做中餐 那我为什么选择了切片刀而不是斩切刀呢 人们常说树叶有专攻 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摊大求全往往是什么都做不好 就拿斩切刀举例 我们这里不说品牌 你去市面上看任何一个品牌的斩切刀 它都是斩也斩不好 切也切不了 最多就是只能斩个鸡鸭鱼 砍骨头的话是绝对不行的 而你切菜的时候又感觉这刀很顿不利 统整材质和工艺的情况下 斩切刀的价格还高 所以我一般都是建议每个家庭起码配两把刀 一把专门的切片刀 一把便宜的砍骨刀 大家仔细想一想你们家庭厨房的使用场景 是不是大多数的情况下 都是切菜切肉为主 如果你去买了鸡鸭鱼 排骨大骨这类的东西是不是都会让卖的人处理好 你再带回去 所以家庭需要用到斩和砍的几率不多 一年可能就那么几回甚至更少 你却买了把斩切刀回来 平时切菜非常的难受 所以我这回呢只推荐大家买一把好用的切片刀 如果你的确有许多需要砍骨头的场景 建议你再买一把经济实惠的砍骨刀 或者你不确定到底需不需要砍骨刀 完全可以把家里淘汰下来的旧刀当作斩切刀使用 这样也不会因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使用场景 多花冤枉钱陷入消费主义陷阱 关于我这回推荐的菜刀 这里要重点强调一下 因为这款是九炭钢的切片刀 并且菜刀的开口是为了切菜更锋利 开得很利很利 我们前面也说过了 不锈钢材质里的碳含量越高 菜刀就会越硬越锋利越持久 同时它的韧性就会变差 这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 是一个如何取舍的问题 所以这款刀的刀刃只能用来切菜切肉 千万不能用它来砍其他的东西 排算的话请随意 如果你是买给家里人来用的 这个注意事项还是要提前告诉一下 万一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绷口现象 不要着急我是不会跑路的 厂里也是给免费维护的 我办事你放心 是时候为你家添资一把 只要几十块钱的九个不锈钢菜刀了 现在点击视频下面的购买链接 买菜刀还会送你一把厨房剪刀 只有我这个视频下面的链接才有 赠品不多先到先得 另外关于我们下一步出国环球旅行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 也欢迎你随时与我联系 这回咱们到国外去 也不能再单打独斗了 是不是